比如说去年五一我们一起就是休息的时候 觉得大家一起吃个饭 然后我也挺感激他的 他给我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但是呢有一个菜就比较咸 然后我就说我这个菜咸了 下次你就少放点盐嘛 就我这么说我也没说什么别的 然后他当时就冲我大发雷霆 然后他就说啊你不爱吃别吃 要不自己做去 谁惯了你这些毛病啊 哪来那么多事啊 然后还冲我摔盘子摔板什么的 最后把一桌子饭菜全倒了 你知道我是这么辛苦才做出来了吗 以前他是非常非常就是这种温和的这种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且现在他就是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对我这个态度 然后他现在就变得特别暴躁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 有可能是他利用我对他的好 然后在我身上找到一个他的平衡点 然后找到他属于他自己男人的这种自尊和面子 我做菜容易嘛 我做了多长时间 我做给他吧 他这又抽三件子的 他说咸了 不喜欢吃了 我就着急就把那个饭菜给倒了 女生举的例子大概都是生活里的矛盾 对 就是找到那种 他就是想在我身上找到那种药物扬威的感觉 他现在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基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 情侣之间一定是会有争吵和冲突的 对 除了这些争吵和冲突 你们有什么比较美好的回忆和瞬间吗 有吗 有 什么样 比如说我有时候感冒了什么的 他经常就会赶快去为我买药 然后及时送到我身边 也就是说他也体贴你 对 特别体贴我 每天续寒温暖 让我心里感觉我找对了人了 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也就是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光是那种暴力和不尊重 他也对你好 对 这女生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的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下边晚了 下大雨了 我没拿伞 我看在雨中 他给我送伞来 当时我特别感动 平时休息的时候 他也去帮我整理整理家务 有时候还帮我做点饭什么的 我都特别感动 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那道理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忍受不了对方了呢 或忍受不了彼此了呢 就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他只照顾他自己的感受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以前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踏方大气豪爽的人 我有一个老乡朋友 人家跟他男朋友一起出去去旅游 结果他手里现金不太够了 就管我借了一点 借一万块钱 我当时手里没那么多 就管他要了五千块钱 然后那个朋友还非常感谢我 回来之后为了感谢我们 请我们吃饭 他可倒好 他在饭桌上有意无意的一直在提钱的事情 你知道多伤感情多伤面子呀 大家都是老乡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干嘛老提钱的事情呀 人家那个老乡还以为是我在背后让他这么说的呢 都现在不跟我联系了 现在就是借了别人的钱还了他的五千 现在都不跟我联系了 我发现你特逗啊 你说的大方大气怎么一转 大方大气是以前 有时候我就是 现在这个男人还有什么好吗 管他要五百 然后他给我一千 管他要一千五 他给我两千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 现在呢 现在就是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小气 然后就是情商低 不会说话 就比较抠门嘛 人家又不是不还 你为什么老在饭桌上一二再再三个提啊 我那会儿手头紧 他们回来了 也没说还钱 我就随便提了几句 也都说了两三次 不愿意 我没看完 他不是一样的 那么他就一点 就是宣传 了 那样子 我都要舔的时候 这边 就不散 这边